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睛尾盏上下眼皮轻轻地碰出 睫毛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 眼睛尾盏上下眼皮轻松地闭起来 眼睛尾盏上就是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在面前的画面 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一点点的光进来 这个就是伟长的意思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双眼的存在都忘掉了 现在我们暂时没有用到双眼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现在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然后我们暂时没有用到双眼的存在 然后我们舒舒服服地做 然后我们舒舒服服地做 就可以了 每一个人可能静坐的姿势不一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状况都不一样 有的人比较喜欢以标准的桌子来静坐 也就是说把右脚盘放在左脚上 右手跌在左手上 右手的食指轻轻地碰出左手的拇指尖 然后轻松地摆在内足怀上 有的人比较习惯这样做 那么我们就这样单盘做 有的人比较喜欢散盘 也就是两只脚平平地摆在地上 这样也可以 或者有的人想更进一步地放松 就坐椅子 也可以 总而言之 我们只要感觉 当我们坐下去了 自己会感觉 可以坐得久 然后我们也没有感到勉强 然后我们也没有感到勉强 没有忍耐 我们也没有感到舒适 感到舒适舒服服的 这样就可以 有的人可能感觉 好像没有那么舒服 但是最起码 但是最起码 有出现不苦不乐的感觉 这样也可以 不苦不乐也是舒服的技术 所以我们就选择 所以我们就选择自己 方便自己喜欢的桌子 来打坐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 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把它放轻松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每桃也跟着风轻松 每桃也跟着风轻松 每桃的肌肉 也跟着风轻松 鼻子 嘴巴 臉變得臉潔 也都放輕鬆 頸部 臉側 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十指 手指 手指 頭 都感到失敗 胸部 腹部 背部 尤其是我們的背部 背部也是剛剛好的停止 也就是沒有太直 也沒有太慫 剛剛好的 我們感到輕鬆舒服 而能維持覺知正念 這樣就可以 如果我們能夠調整 輕鬆舒服 跟覺知正念這兩者 能夠並肩進行的話 我們的心就會比較容易 容易 進入狀況 但是如果我們調整身體 輕鬆舒服 超過覺知正念 可能會讓我們容易混沉 容易打瞌睡 但是如果覺知正念 超過 輕鬆舒服 我們可能會感到緊繃 不舒服 所以我們調得剛剛好 我們願意花一點點的時間 來調整身體 來調整身體 因為我們知道 身體的放鬆 身體的失敗 會對我們心裡的寧靜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繼續調和 腰部也放鬆 兩隻腳 大腿 小腿 十隻腳 指頭 都完全 都完全 放輕鬆 現在 全身 都放輕鬆 我們全身 都感到失敗 失敗的 如果我們調整身體 調得切到好處的話 我們自己也會 感覺 我們自己 也會感覺 好像 自己 如果那一位现在仍然感到哪里有损痛的感觉, 也不要紧了,慢慢来我们可以再一次调整,没有关系。 静坐的核心就是失败,失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轻松,舒服,第二个意思就是慢慢来,第三个意思就是简简单单, 所以,当我们静坐的时候,完全都放轻松, 我们都没有着急,要把心定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我们也不怕慢。 感觉静坐很简单,就像我们站在坐着休息一般, 让我们的身体全身都放轻松,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在宇宙的中央,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 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 因为我们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因为我们正在休息,所以失败,失败的坐就可以了。 我们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我们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 这个人都有潮. 我们自己形跶。 余宙的标策。 全一切的挂碍。 全部都可以放下来。 宣布都可以放下来 现在我们的心都没有再执着过去 没有担心未来 只有失败失败的错 在当下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 让我们的身心休息一下 舒服感会慢慢出现 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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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自然 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 扩大 能够拢造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在扩展 扩大 能够拢造着我们整个阶庭 在扩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 法身的阶庭 有静静的身 口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也愿我们 只教善友 没有教任何损友 愿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 身体健康长寿 只会圆满 早日征得内在的法身 也愿我们 设身才 钱才 能力才圆满 方便 修功德 波罗尼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给每一种证 等证 觉佛陀 每一种证 匹治佛 每一种 阿罗汉 供养 给我们每一位法圣法门导师 有荣布祖师 荣布祂们是有法圣师傅 赞老奶奶等等恩师 然后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 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发为善的愿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之前有谈十波罗蜜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谈到第几个波罗蜜了 我们之前有谈过 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 然后呢 处理波罗蜜、智慧波罗蜜 还有精进波罗蜜 今天我们来谈第六个波罗蜜 就是智慧 就是忍入波罗蜜 我们先看 忍入是忍耐的意思 目的 我们看 心对赞美或批评都无所摇动 比喻 地对干净或肮脏的东西都无所摇动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干净的水倒在地上 地上也没有跟我们说 哦,很喜欢 你多到一点呢 那肮脏的东西呢 地也不会说 我很讨厌 不要再到了 地不会生气 所以意思就是说 对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 都可以维持平静的心 这个就是其实 宝洛蜜 波罗蜜 解释成忍耐 也不是 完整的意思 什么来看 完整的意思 应该是什么 不过呢 先问大家 如果有一个人呢 他被另外一个人骂 但是对他来说 哦,没事 他也不放在心上 他就去忙他的事情 或者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 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这样他有没有修这个忍入波罗蜜 因为我们看 通常我们讲到 忍入波罗蜜 可能会联想到 亚义 这个字 对吗 就是我们要把它 压下去 不要让它爆炸 但是如果 如果人对他来说 这个没事的 我没有放在心上 这样算不算 再修忍入波罗蜜呢 好像有修 还是是有非有 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更深一层的意思了 何谓忍入 忍入就是不论发生 如意或不如意的事 都能保持平静心的定力 所以重点是在哪里呢 能够保持平静的心 所以刚才举那个例子 就是可以保持这个平静的心了 我们以前呢 他有一位 泰国有一位 身王 身王就是最大的 然后他有一次 他要到欧洲那里 去做佛教的事情 他就带 其他的 使者 有比丘 还有局势 一起过去 不过当他过去的时候 刚好那段时间 很冷 有些水 而且是很久以前的 大家 他们大部分 就会生病 吃饭 吃饭也吃不下 因为泰国菜 跟欧洲吃的菜 完全不一样 对吧 那他们就觉得 我 我来欧洲 我正在来折磨自己吗 怎么这么痛苦啊 一个一个都生病了 一个一个都倒下去了 但是只有身王 他还是一样 可以 微笑 可以吃东西 睡得着觉 都不生病 就有人问 身王说 身王你有什么秘诀啊 你才不会生病 身王就跟他假设说 我只有带 一种好的药 随时都带 这种好的药 大家都很好奇啊 什么药啊 身王又说 忍辱 忍辱 所以对他来说 到哪里都可以 只要修这个忍辱 就是说 可以维持这个平静的心啊 我们来看呢 大家 不要 不要担心 虽然 这个是泰文 但是我们会 念给大家听啊 忍耐 忍辱 泰文 是 อด 疼 两个字啊 อด 疼 疼 疼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 想得到 但是 却得不到 要忍耐 那个叫做 อด 这样听懂吗 想得到 但是 却得不到 要 อด 比方说 呃 你有吃八戒 但是 晚上 呢 看到人家正在吃饭呢 哦 肚子 啊 想吃嘛 那 人家 主 胖面 好 生啊 不能吃 要忍耐 那是 那是 诶 咱 ton 呢 我不想得到 但是 他 是 他 母 不想吃 但是 有 呢 就要 的 这样 听懂吗 不想得到 但是 他 所以 要 泰文 就是 很 啊 OTON就是 无论是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 你要维持这个平静的心 OTON 我们来看这个 忍耐的区分 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气候的变化 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需要 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忍耐吗 要忍耐吗 忍耐是因为太热还是太冷 应该是太热是吗 如果是在泰国 马来西亚应该是太热 但是在台湾有些时候也会太冷 比较常住在台湾 如果是在平常时间 不是疫情的关系 一年就会回去 回去泰国差不多三次 因为要办一些活动 然后有一次就是在四月份 回去泰国 你们也应该知道四月份是最热的 对吗 然后我们去久久回去一次 记得晚上睡觉啊 睡到一半而已 睡到凌晨两点了 就醒过来 知道吗 为什么醒过来 因为太热了 热到全身都流汗了 没办法再睡了 要先去洗澡 然后洗好澡 再回来马上睡 但是要住几天才可以习惯 这个气候的变化 还有什么呢 身体的病痛 痛苦 通常人 在什么时候 可以看到 他真正的个性是怎么样 第一个是他肚子饿的时候 第二个是他很累的时候 第三个就是他很困 想睡觉的时候 那时候人就会怎么样呢 他把自己的真面目 就是显现出来 那时候人就会怎么样呢 所以呢 如果有这个忍耐的忍耐 就有忍辱的话 就是有觉知告诉自己 这个烦恼正在发生作用 要特别小心一点 忍耐的区分 还有两个还没有讲完 明天再继续讲了 今晚 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晚见